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年度总冠军 开极拳 对 这是暴腿摔 小心拿对选手的万关节的损伤比较大 对 转身后摆 黑方率先要小心一点 对 集中精力 连续四个照面 建议倒地下泪 这一脚 这一脚非常的重 三帅心的身高1米78 体重86公斤 整个一脚把体重86公斤的人踢起来了 踢起来了 踢起来了 嗯 梏方防战军他的全腿摔啊 这种方方面面的技法相当之全面对这个比较全面但是不知道他的身法步法怎么样是啊可以啊 黑方可以去从这个方面 就打一些游击战 对 可以灵活一些 对对对 第一回合结束了 苏老师 您怎么看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表现 第一回合呢 这个因为黑方和红方啊 全是过大 那么王炼军从技术上 从体力上 都比较占上风 体重200斤 对 比红方要重个近30斤的体重 是不是 比黑方 另外在第一回合 红方 王炼军有没有暴露出 您觉得一些问题 其实问题是有的 你比如说 像这个 它就很危险 而且对方踢腿如此过高 就很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这个机会 第二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 对 黑方能不能有所起色啊 尤其是在这个身法步伐方面 王炼军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手 对对 在这个队台上 见识了他的重拳重魁 但是从来没见识他的灵活的步伐 对 所以黑方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发挥自己的优势 是 走起来 走起来 哎呦 刚才其实这个超腿 黑方仿佛捕捉到了机会 但是他离这个边缘太近 太近了 对 就被王炼军筛筛出去 黑方在这之前的三场比赛 全部都是优势获胜啊 对 三个回合都没有跟对手周旋玩 而是基本在第一回合就结束战斗 那么今天啊 我们再碰到王炼军的确是啊 哎 这两个人之间都是 红尾型的打法 红尾型的选手 其实王炼军的打法风格是 节奏并不是特别快 对 但是他的一招一势度非常凶狠 对 因为是力量比较大 二一方面比较稳 比较稳 势度又比较快 嗯 刚才又差点用一个小拳 还好黑方防去了 这两个回合 您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黑方樊帅心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观 我看那改观不大 嗯 因为他一直处于这个被动的 这个这个 挨打的局面 挨打的局面 哎 哎 因为这个从第一个会合以后啊 他已经从轻视上 呃 各方面 呃 有所压力比较大 嗯 出手各方面都不是像 原来他 跟原来的对手 动手那么迅速 没有那么有霸气了 对 整个气场被对方压制住了 对对对对 好漂亮 来个别身 反别身 好吸 对 现在会方有点跌路了 弄弄继续指上打下 是 哎哟 又是一个小心打 接手小亲打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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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瞬间到黑方的脚啊 站到黄黄王大军身上的时候 他的瞬间的这种反应 对 这点大量点小了 哈哈 第三回合结束 哎哟 本场比赛 获得六大门派太极拳 年度总冠军 谢谢 谢谢 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年度的总冠军 王战军 有请 我们有请舞台上的自卫领导 为所有更累现役的太极弟子颁发荣誉证书 有请